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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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梦想若变成真的 总有些曲折 但你先别怀疑那结果 想要幸福的资格 先明白生活 不是完美花里的烟火 幸福的阶梯 寻找飞行力气 她一直在哪里 或许你不经意的转身 在你旧样灰心的狂奔 命令不跟你作对 为你对开心的门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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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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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幸福的一直存在 只要心里带着爱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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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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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她懂得你的期待 想着你一年从来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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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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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她懂得你的期待 想着你一年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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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 你好 你好 你们怎么那么晚啊 给我妈买完饭 看她吃完 又陪她聊了火片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李李 这个是王婉儿 久仰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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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是我发小 郑远东 你好 你好 听她叫我大名 怪吓人吗 叫我胖子就行 对 叫我胖哥吧 来 喝酒 来来来 你们俩是不是白喜酒 对啊 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可以 赶个潮流 闪个婚什么的 闪婚 你们这是这么多年 也不算闪婚吧 闪婚 闪婚 我觉得特别合适 对啊 到时候我就婚礼主持啊 刷一闪 里程了 干嘛你吓的 他们俩开玩笑呢 谁吓着 我知道开玩笑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来 喝一个 喜红快乐 真是你了 早上去喝 真没想到 小北这么快 又找到男朋友了 有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里里 一直都挺喜欢她的 听说那时候 小北已经结婚了 他们两个 在小北结婚之前 就认识了 认识很多年了 我说我对里里 这么投缘呢 原来她也是一个 专一的人 什么叫也是啊 胖子 这段时间多亏你了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说这干嘛呀 我闲着也没事 你还在那儿卖酒呢 能不能不去了 为什么 那不刚出事了吗 这要出大事怎么办 不值啊 又不是我一个人 在那儿卖酒 卖酒的人多了 能出什么大事啊 再说我现在 已经换了别的地方了 换哪儿了 老黄那儿 就是咱们第一次 见面的那个地方 记得吗 当然记得 一辈子忘不了 万一有什么事 我搞不定 可以让文婧出面 王媛儿 我跟你说说 你妈病那事 其实父母终究 要比我们先走 当然 能痊愈 当然最好了 可是要是不行的话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怕你受不了 我有心理准备 我现在就是生我弟弟的起 你说我妈病了 这么长时间了 她连个面都没愣 你给她打电话呀 打了 打通了 我又不能跟她说那么严重 她从小就跟我妈 黏在一起 从来没分开过 而且那脾气又急 我怕她知道情况 受不了刺激 又不知道干出什么事来 老小都是贯大的 那她电话里怎么说的 她每次都说过几天来 过几天来 可就是不见动静 你先别把她想太浑啊 她可能不知道 你妈病情的严重性 对了 那手术的事 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还有什么考虑的呀 我妈现在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了 如果再不手术 我都不知道 还能活多久 正是以你妈现在身体状况 再手术也是折腾吧 还有那手术 对你们晚辈来说 经济上也是压力 经济 人都没了还要钱干什么呀 我去卖酒图什么呀 我不就是图给我妈治病吗 我现在钱好不容易攒够了 我 我能不收书吗 我其实 你不要劝我呢 对不起啊 我先回去了 国王在那儿 娃尔和他的朋友 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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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我教你好多事 您点反应都没有 什么事 咱们这周末 出去玩玩吧 去哪儿 找一个附近的城市 去泡个温泉什么的 现在哪儿还有温泉啊 都热水 要泡你再加泡呗 你每天不是上网就是打游戏 再不就出去喝酒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就受不了对我视而不见 你给我 别玩了 还不睡啊 今天课堂上讲的 再复习一遍 早点睡吧 别熬了啊 那哪儿行啊 我这么多年都没没梦书 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刚才啊 本来是在卧室看 我怕吵你睡觉 所以我就到这儿了 这么较真 这儿了 钱都花了 那不能白花呀 来 谢谢 老婆 今天 你碰见我和王源在聊天 那纯属偶遇啊 别解释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来接我的 你不生气啊 我有那么傻吗 我找的老公有那么傻啊 明明知道跟别人约会 还找一个我能撞见的地方啊 我去给你泡杯咖啡 不用 我一会儿就睡了 你快去睡觉吧 快别跟我熬了 快快快 去睡 那行 我睡了啊 真没有啊 走了 我一会儿就睡了 行 别熬了啊 我知道了 我睡了 别熬了 走 你快去了 你快会儿去睡了 我坐在顶着我上amen 你会儿去睡了 坐在哪里 你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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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了搜索台 还不知道能不能下来 我怕再也不跟你说 就来不及了 妈 你不要复苏 不会有事了 这种搜索人家做得多了 一锅四百个都没得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 你最好的状态去做搜索 你晓得吗 妈妈来了一段时间 让你手累了 妈这一辈子 没见过啥子大失眠 要是有啥子过分的地方 你不要往心头见 妈 我从来都没得管过你 之前妈不想你跟庞子在一起 是不想你太辛苦了 我为啥子一点都不担心你弟弟 他再也不行 他还可以到工地上去打工养活自己 他是个男娃娃 你不一样啊 你是个女娃娃 其实这几年你寄回来的钱 妈妈都给你撑在那儿的 就是把那天万一留啥子事 这个钱就能排上佣帐 妈 妈 是穷爬了 妈 我想你带着妈妈 妈 你不要再讲了 我都笑得 胖子 胖子心头肯定也恨我 昨天我看电视剧里头有一句话 说赵母良为啥子 能够不好骗 能够不好对付 那是因为赵母良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其实啊 那段时间我也看出来了 胖子人好 实在 对你也好 要是妈妈那天不宅了 你要能跟她的一起生活 妈也就放心吧 不要胡说了 笑了快睡吧 妈妈 妈妈 你还没软了 我还没有软了 我帮你软了 你怎么不理我 别寒了 麻药还没过呢 那怎么不早说 目前看来手术很成功 具体结果 把他检查才知道 一会儿别这么多人 别想被人恢复 先去病房吧 好好好 小白 慢点啊 慢点 小白 慢点 小白 你们俩就能在这儿耗着 都耗着上了 回去了啊 你说你给我打电话 妈 打电话啊 慢点啊 妈 你新了 你进来 我跟他搭我电话了 他说过几天就来啊 你妈做完手势后 身体指标都很低 你要注意观察 注意陪护 二十四小时的陪护 病人身边不能离人啊 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我先走 就这样 谢谢啊 不客气啊 我赢 你说这事啊 有的没用啊 就是 你女朋友要是真的和别人耗了 你这样子做 他就能回心专业 放心耗了 肯定有 是要你们几个等会儿 装得流氓点点啊 瞎压他 然后我再重处 打你们一顿 演一出一项就没 毛子就不信他不敢动 是啊 喂 姐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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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我现在有事先不跟你说 我妈你先照顾得好 走走 喂 喂 不准动手动脚了 走走走 哎 哎 姚妹儿 跟哥去耍一下声 要得 能着做啥声 走 不是 这帮鬼儿子老 你 好 妈 王爷刚才打电话了 我离搜索杂过羊 她说姐弟前就过来 这帮忙 你怎么来了 没事 刚好路过这儿 上来看看你 随便坐吧 睡觉好吗 不好 怎么 有事啊 没事 没事 没事的 我先走了 你无事不登三宝爹 你到底怎么了 我 看门见山吧 文静 我有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 很巧 最近我也一直 因为一些事情在求人 是这样 你也知道 我妈她特别喜欢你 我跟你分手的事情 我一直都没敢告诉她 看不出来啊 你还挺孝顺 她 她过两天 就要回老家了 这两天一直在念叨你 想见你 那我陪你演戏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 就是 就是想让老人家 高兴一下呗 你 你要是不同意 那就算了 既然是为了老人呢 行 我陪你去 自我以前欠你的 走吧 谢谢你啊 来了 妈 阿姨 你来了 来来来来 阿姨 来来来 你买了个水果 又破费干什么 坐这儿坐这儿 孩子啊 我刚来你就走了 我这心里过于不去 我想是不是 我这个当妈的 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 妨碍你们了 妈 妈 你想哪儿去了 就是 阿姨你别瞎琢磨了 主要是我自己太忙了 你看我自己爸妈 都很久没见过了 我今天一架飞机 就来看您了 以前都叫妈 现在怎么叫阿姨了 晓风说没结婚 不让这么叫 没规矩 这 这个孩子 叫什么都行 文婧啊 最近是不是工作太忙啊 就瞎忙 三天两头换一城市 等我忙过这一阵 就跟以前一样了 文婧 真是个好姑娘 晓风啊 以后 你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你放心吧 妈 阿姨 你放心 晓风对我可好了 回头她要是欺负我 我给你打电话 你替我收拾她 好 我知道您要走了 给您买了一个靠枕 您坐飞机 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又让你破费了 看看 都是晓风的主意 我也就是跑跑腿 真好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别呀 我都买好菜了 一会儿吃完饭再走吧 好不好 对呀 吃完饭再走吧 好吧 好 我去做饭去啊 你们先聊 我帮忙你们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们先聊 你们俩聊 好 坐吧 文静 今天的时间啊 就谢谢你了 别客气 这有什么的呀 对不起 我 我 我知道我不应该去找你 可是 可是我妈年纪大了 她临走之前 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再见见你 我是 我是这只实在不像一样的事吧 你妈人多好啊 盛姐仁义通情达理 人又很温和 以后找个好女朋友 就结婚吧 给她生个孙子 让她开心开心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知道我自己做得不对 咱俩的事就是别提了 我只想跟你说 趁你妈妈还在 多陪陪她 多孝敬她 等你将来有一天 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再感到惋惜 我也是最近才明白 这个道理的 关于我们俩呢 如果以后见面了 咱能打个招呼 点点头 微微笑 我就知足了 不是 你 你怎么了最近 遇到什么事了吗 没事 今天什么都别说了 就陪你妈妈好好吃个饭 好吧 阿姨 我来帮帮你啊 不用 不用 来来来 我来 你们聊吧 你这么多 行 我自己就宅着 好好好 你少来啊 莉莉 我自己忙着呢 对了 你那酒吧 转租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按摄车等一下 我们家来客人了 先不跟你说过 再给你打 你来找樊斌的 我们俩离婚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不给我管了 我不是来找樊斌的 我就是来找你的 我在外面等了你很久 看到你进来 你不介意 我进去坐一会儿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上次来你也不是 没跟我申请吗 先来吧 天啊 他真可爱 多大了呀 四个多月 他是什么狗 金毛 我特别喜欢狗 尤其喜欢金毛 是啊 有时候狗比人靠谱多了 我之前替人家说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对啊 这段时间樊斌不在 一直都是他陪着我 就差同吃同住了 你最近挺忙的吧 还行 你们家挺舒服的 风格挺怀旧的 都是你不知道 都是樊斌弄的呀 他没告诉你吗 你今天过来 应该不是跟我讨论 装修风格的吧 樊斌这个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挺怀旧的 可其实不是这样 这应该你比我了解多了 你别误会啊 我知道我这么来找你 是挺冒昧的 你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换了我也会这样的 我本来是想给你打电话的 但是我又怕你不见我 那你到底又有什么事 我来就是想找你聊一聊 樊斌 我最近突然觉得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你不了解我就了解了 你最起码还是现任呢 我这都前妻了 对不起 小北 你是不是特别介意啊 我就知道我不应该来 我 我还是走吧 算了吧 来都来了 那就聊聊吧 你是不是就是想知道 我跟樊斌怎么认识的 怎么相处的 拿来给你做个前车之鉴 那我如果告诉你我跟樊斌的事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告诉我 你们俩的事 两年前 我跟了一个佳琪老头 他比我大两轮 他每个月都会回来看我一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 有钱吗 不知道 那你这不是傻吗 人家有钱没钱 你都没弄清楚 就嫌尾身了 还一个月一次 挺规律的 我熬了两年好不容易熬出头 老头跟他老婆离了婚 叫我过去入籍 我在出国之前去了一趟北京 找我哥 就是在那会儿我认识了樊斌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跟樊斌挺聊得来的 我们就在一起待了几天 几天之后我就走了 可是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 那老头根本不像他说的那么有钱 我在那边又一个朋友都没有 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 最后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就自己回来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跟樊斌好了 但是这一次 我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处处躲着我 而且他经常喝得烂醉 并且 我不能在他面前提你 一提就跟我急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本能地想到了你 你知道樊斌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吗 我觉得是一种 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情绪 不甘心 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犯贱的心理 一个一直一来想达到的目的 突然变得被动了 就不具备吸引力了 其实樊斌人挺好的 真诚 热情 洒脱 你也挺好的 爽快 勇敢 漂亮 你们俩挺合适的 祝你们俩幸福 千万抓住了 别松手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别谢我 其实我也就跟你套话呢 没按什么好心 没关系 彼此彼此嘛 不过小北 我其实挺欣赏你的 我特别希望你能成为我嫂子 你跟我哥挺合适的 你嫂子 你哥是谁啊 不会吧 你不知道啊 我哥 李李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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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开 我们交代我 李登 李登 快放开 病人的情况 情况不好 你准备下去 要找到她 rope 留在小姐姐上面 叫她 rock 木哪儿 liked 又不胜 unf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个 莉莉不在啊 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李蕊昨晚是不是来找你来了 找了 怎么着 他跟你说什么了 小北 你听我说 我们重新开始了 老闺 好不好 好 妈 妈 彩头 我妈她怎么样 体力出血 再次拖累危险了 不过 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好说了 谢谢 机身自有天相 你别担心 没事 没事 没事了 还在睡 脱离危险了 你们俩帮你吃饭呢吧 赶紧吃点饭去 快 吃点饭去 没胃口 小北 带网友出去透透气 行 走吧 出去透透气 吃吧 那你吃点啊 坐 你也别太担心了 手术后出现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你现在就应该自己照顾好自己 才有精力去照顾你妈 你太生气了 又不是你吗 我跟李李绝交了 你们俩又怎么了 他看见我跟樊冰抱在一起 走了 他说是误会吧 是误会吧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叫回来呢 叫回来有什么用 现在也是分手 叫回来也是分手 不都一样吗 他肯定以为你跟樊冰庸和好了 让他误会去吧 我也懒得解释了 要不然俩人又得吵 弄得大家都筋疲力尽的 我最不喜欢误会了 我不喜欢的事多了 你还记得那蕊蕊吗 写粉色纸条那个 樊冰现在的女朋友 你知道她跟李李什么关系吗 她是李李的亲妹妹 不说这些了 走吧 夜舞园呢 都走了 走吧 嗯 为什么 昨天走的 他们都说 最近借不到单子 也拿不到提成 物资太少了 最近家里一团糟 所有的事我都顾不上 辛苦你了 怎么会接不着单子呢 不是把所有 一项客户的资料 都给他们了吗 本来是有两个 合同的要签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一听说你爸出事了 立刻就撤单了 定金也推回去了 他们还说 说什么 说你之前 都是靠着你爸的关系 才借的那些单子 现在受到护寸散了 姐 你别生气啊 文静姐 洪总来了 你还有脸来啊 来求我们家帮忙啊 不是不是 我就是来看了 看什么看 我们家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看的 你是不是也想欺负我 说我搬这工作室 靠我爸关系啊 不是不是我没那 你闭嘴吧 没那些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文静姐 你这工作室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尽力 用不着 不用 滚 咋完了 这是上次你在我那厂子 扔的钱 我都给你捡回来了 混 赶紧赶紧捡钱去呀 文静 文静 文静你也别生我的气 这事啊 真不是我们说 想帮忙就能帮上的 你看我就是个生意人 明哲保身 见风使舵 这都是生存的原则 你说咱们认识这么久了 不算朋友吧 也得是熟人 我这真是有心无力啊 姐 你别生气了 现在生意人有几个不现实的呀 他们把钱给你送回来 已经不错了 你是怎么想的 你要是也想走 我不怪你 姐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只要咱公路是开着 我就跟着你了 别生气了 行了 都给我等着 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韩文静不靠任何人 也能活着 你好 你来一份吧 你来一份吧 谢谢你啊 谢谢啊 谢谢 你要一份吗 你来一份吧 先生 我刚回去跟我妈做饭了 你快回去吧 你也回去吧 跑了一天 你够累的了 没事 这会儿人流量挺多的 我再发火 反倒是健身了 你快回去吧 一会儿阿姨该饿了 孙姑娘啊 还你是为了 是 每眼步居 小 witch 谁送的水果 来 再来一口 好样的 吃不下去 我知道我做饭不好吃 我就这能力 但是大夫说了 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吃东西 真不行 再来一口好吗 再来一口 好样的 妈 那厨房水果谁送的 小北买的 周小北 他下午来了 买了一大堆水果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小北这孩子也不容易 你说刚刚结婚就离了 你说他俩到底因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他一天到晚神神经经的 管他呢 再吃一口 最后一口快快 最后一口最后一口 来 我先学法了啊 看我 喂 万姐 最近忙什么呢 惨淡哪 你们服务业还分待机忘机呀 金融危机呀 本来生意就不好 又多了那么多的竞争对手 对了 这事你不用问我呀 问你那朋友就行了 那叫王源的 问王源什么呀 我同行 他上次去北京 是去做业务的 人家可是白领 得了吧 谁不是做业务啊 我不是说那天 我是说后来 他不是让我给他朋友 介绍工作吗 其实那工作 就是给他自己介绍的 什么工作 还能什么工作呀 卖酒呗 前段时间呀 我去你们那儿见着他了 这姑娘真厉害呀 八面玲珑的 酒量又好 真是个天生的公关配子 现在混的那是风生水起呀 他提成拿得比谁都高 不可能 你肯定看错了 我了解王源 你肯定做不出这样的事 我是干什么的 我的工作就是任人 真不可能 王源要真那么豁得出去 十个朋友会早拿下了 我跟你说啊 我太了解他了 他虽然长了一张 可以做狐狸精的脸 但是绝对没长 做狐狸精的心 行了 但愿吧啊 好 拜拜 今天怎么了 怎么都莫名其妙的 女王驾到 文婧姐 今天真漂亮 那当然了 职业女性嘛 客人来了没 一会儿就到了 唯一的机会一定要拿下 一会儿带到我面前来 嗯 工作还这么不错 这是我们经理 这是左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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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韩 你好 你好 请坐请坐 好好好 好好好 阿惠 拿点水管 是这样 公司啊下个月 想做一场 以企业为名义的 选美比赛 嗯 这个选手都是企业内部的 分公司员工 没经验 所以想让你们对他 进行一些 形体 礼仪 还有什么各素质方面的 培训 没问题 你们这方面有经验是吧 太有了 这你可以放心 请坐 好 谢谢 谢谢 看来啊 我是来这地方了 可不可以叫你们的 那个培训师跟我出来见一面 聊一聊 培训师 对啊 您看我行吗 您就是培训师啊 对啊 您亲自收客吗 对啊 我们工作室 对于一些重点客户 向来都是我亲里亲为的 保质又保亮 为的是跟你们有长期和良好的合作 这点你就放心吧 那行 我们公司啊 也正想借助这次机会 来提升一下公司形象 太应该了 交给我吧 好 那我放心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剩下的具体问题 我让公司的财务 跟你对接一下 这都是小事 您的事才是大事 不过要快点 我档期还挺慢 是吗 那行 我回去马上分配给你们 好嘞 好好好 那咱们就这样啊 真爽快啊您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啊 那我就不送了啊 好好好 谢谢 文婧姐 她们要做什么培训呀 选美 选美 那咱们是不是要请个培训师 不用 我亲自来 怕什么呀 可是 你们有相关培训的经历呀 怕什么呀 现学现卖呗 还有我韩文婧搞不定的事呢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不是什么好消息 怎么了 病人的病灶出现转移 也就是说 已经 扩散了 不是已经切除了吗 怎么还会这样呢 灵白术后复发的风险一向很高 手术后并不代表治疗的结束 你比如说想手术不彻底呀 过后也没有及时地巩固治疗 还有术后护理不佳吧 等等这样些原因 都会引起复发 挺好的 我们正好 听闭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 才对是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你猜太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路可退 而我知道你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给成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变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懂得你快乐 甜蜜蜜蜜怎么写 暗昧怎么说才对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你猜太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路可退 而我只能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给成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无调如恋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斗争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斗争你快乐